火葬牆数据死者至少增十倍 美国劳工报PPI数据再次证明通胀缓解 留学大任务喊话 外商专家话 越搞越愚蠢 美科技公司平均每日财源1500多人 黄金价格从9个月高点回落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叶曼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19日星期四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有民众披露上海杭州的火葬牆 即使所有的火化炉火力全开 预约粉丝时间也超过两个星期 有媒体根据火葬牆的现状推算 近期北京上海的死亡人数 是正常时期的死亡人数的十倍以上 在上海工作的杭州人士赵先生1月17日 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 他的爷爷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家中的老人 近期都感染新冠去世 他说杭州大概有8、9个殡仪馆全部圆满 火化至少要排两个星期以上 不单止杭州上海的火葬牆全天后火化 都烧不迟 停在冷藏库里排队 每天也是一筆支出 身在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立任亦批露 他一个朋友的母亲1月11日在上海浦东金桥镇去世后 要排队等到1月29日才能火化 胡立任表示 现在殡仪馆是24小时不间断火化 还要排队大约两个半星期 根据殡仪馆当前的运作状况推算 上海市近期的死亡人数可能是以往正常人数的12倍 北京之前的状况也类似 同时中国多地的殡仪馆也传出大牌长龙 公开资料显示 全北京共有12个殡仪馆 共约90台焚化炉 如果全部启用 每天可处理4300多具尸体 如果按照每天火化3600具围体 从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的36日里 北京市只是殡仪馆火化的尸体就接近13万具 北京市往年同期自然死亡人数 认为11,900人 可以推算出北京近期的死亡人数是以往的11倍 农村的状况也是一样 1月17日推特帐户民北发布消息说 惨烈一个村死了200多人 有人回帖说我的村也死了200多人 还有网友说我们一个35万人的缘 一个月死了4000人 还有一个影片显示 北京昌平区新庄多台挖掘机 就夜挖粉掩埋尸体 视频中可见大批一排排的身份 而新庄只有90户人家 居住不足300人 我的天啊 再想想那些没来得吸去火化的小山 近日《大纪元》报道 法轮大发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说 中共一直在染疫情 三年多中国已经死亡了4亿人 张林表示 中国真实人口数目没有人知道 死亡4亿是有可能 中国时政评论家张林认为 中共的人口统计数据根本不准确 多年前在中国农村调查计划生育的时候 他访问过一个管理4000村民的村干部 这个人说 每年村里死亡100个老人 只有3至5个登记死亡 因为大家多数选择土壮 就不愿意张扬 所以按照火壮来统计死亡人数的民政局 或者公安部根本无能力统计农村的死亡人数 而各个地方政府喜欢多部人口 比中央一个中国人寿命长的假象 张林说 所以中国各个部门统计出来的人口数字 可以差出9000万或者上亿 谁都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是多少 在中共的眼中 中国人就是蚂蚁 死了都不如牛马 所以死了上亿人 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在乎 法拉圣文运人士蔡桂华说 三年前武汉火葬墙的路头都烧坏了 现在又烧坏了 上亿人的死亡是逃不掉的 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肯定的 自媒体人李大宇算了一笔像 从2019年12月15日开始 到2023年1月15日 大约是一共1125日 平均每日死355556人 全国院级行政区有将近3000个 平均一下三年多死死亡完全可能 也有网友补充说 三年多死死亡也是一个园一日死去150人 而一个园又有几十个乡镇 上百个自然村 所以没有人有什么感觉 只是最近这个多月死的人比平常更多 美国劳工部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2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下跌了0.5% 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6.2% 反映出12月批发成本显著放缓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 核心PPI同比涨幅是5.5% 这个表明持续长达数月的通胀压力 开始回落 压强了投资者对美联储 减慢升息步伐的预期 据美国CNBC的报道 PPI下降主要是由商品价格暴跌推动 特别是能源和食品价格 能源价格急剧下降 拉低了总体的通胀数字 PPI最终需求能源指数当月暴跌了7.9% 其中汽油批发价格减少了13.4% 食品指数也降低了1.2% 星期三发布的另一份经济报告也显示 12月的零售销售按月跌了1.1% 多于预期的0.9%跌幅 是2021年12月以来最多 而且跌势将持续扩大 宏观经济资讯机构 P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 謝菲尔森 Ian Shepperson 说 零售销量急剧下降 证明消费增长将在第一季度明显放缓 尽管PPI显示通胀下降是美联储所希望的 但零售销售数据中看到的经济疲弱 并不是个好消息 不过以上两个数据都预示着 货币政策将不会非常鹰派 这样将会支撑股市 美元也会走弱 目前市场看法不同 部分认为美联储年内不单会放缓加息 并可能出现逆转 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联储观察工具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 而在年底前出现降息 而摩根士丹利则预测到今年年底 通货膨胀率可以降到3% 到2024年底才会降低到2%左右 大摩分析师认为 在通胀达到3%前 美联储不会考虑减低利率 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17日在达玉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 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好转 增速达到正常水准 刘鹤说预计今年进口会明显增加 企业会加大投资力度 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 台湾中华经济学院世贸及区域贸易协定中心副总裁 颜慧欣则认为 中国2023年的经济表现不会改善 因为出口减少 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围堵 他唯一能够运用的就是扩大内需和房地产 但因为经济下滑 就业不好 中国人消费意愿很低 所以大概只能从房地产下手 刘鹤在大浴司论坛上说 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 2022年上半年 中国房地产成交量大幅下挫 新屋价格也开始下跌 据野村的数据 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尾 中国开发商的债务高达33.5兆 多个房地产商因资金短缺 导致各地出现难尾楼 为救房地产 中共去年释出了兆益的纾困金 甚至要求公务员买屋买屋 今年1月 中共放宽了针对房企的三条红线的巧合标准 13日 中共央行起初了21项工作任务 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情况 颜慧欣表示 这些措施可以在短期内至少令整个难尾楼的事件 不会不断的燃烧 但这就是饮浸止渴 令房地产不会是拖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斤稻草 资深正经评论家吴嘉隆认为 中国的房地产产能过成 中央怎样救都是没用 房地产这种资产 它其实只不过是用来过渡 好像处水池一样 就是雨水多的时候 暂时将水传起来 你不能够一直靠这个来搞经济 所以中国的经济是走错方向 再怎样做都不会有效果 而且是越搞越愚蠢 在讲到外界议论纷纷的共同富裕时 刘鹤说 共同富裕强调是避免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重要社会发展目标 吴嘉隆指出 中共所搞的是重新分配 将有钱人的钱挖出来 这不是共同富裕 也不是劫富制贫 而是劫富制党 所以它现在的共同富裕 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枪干纸出金钱 它反映的是财政危机 吴嘉隆进一步分析 不管它是地方还是中央 都处于严重缺钱的状态 为维持中共的维稳开销 中共已经撕破面皮 进入横征捕脸的阶段 最后就是大印钞票通货膨胀 民不聊生 最后就是官逼民返 农民起义 然后改朝换代 顏慰因指出中共所提倡的共同富裕 以及相关的监管措施 尤其是中共的招令直改 加上咨询不透明 会令外资喪失在中国经营的信心 同意将产业移出中国 这必然会令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随着各国央行推动政策控制充胀 就业市场受到显著的影响 福克斯三文17日报道 引用科技平台统计表示 仅仅在新年开始的15日中 全球101家科技公司就裁员超过25,000人 而在过去的一年中 大约有154,000名科技企业的员工被裁员 今年开始以来 科技企业裁员的幅度 已经达到去年的15%左右 在被裁员工中有22,400人在美国 这相当于美国企业 每日平均裁员1,500人 其中Matter、亚马逊 和商业软件服务商Salesforce等这些企业 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期间的裁员次数最多 亚马逊最近宣布将裁员18,000人 而念书的母公司Matter 已经从去年下旬开始裁员11,000人 Salesforce公司宣布将解雇8,000多名员工 裁员幅度将达到总员工的10% 英国《天空新闻》报导 微软公司将准备在新年裁员员工总数的5% 那意味着有11,000人将会失去工作 而媒体《内幕》报导说 微软可能会解雇三分之一的招聘人员 这些裁员将会是近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此外加密货币平台帝库亦证实 企业因为需要削减营运成本 将会裁员20% 这一轮科技大裁员从去年开始 主要因为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 大举招聘和扩张导致员工数量骤增 在2022年底 大家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 再加上公司业绩疲弱导致大规模裁员 并延续至2023年 虽然科技产业受到影响最大的领域 但其他行业也感到营运前景并不乐观 在华尔街 高盛在上星期宣布将会削减3200个职位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背来德BlackRock也将裁员500人 这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市场上星期将黄金价格推升至9个月高点 而且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后 金价开始走低 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了11.8美元 收每盎司1909.9美元 专家表示交易商在关注中国新年的黄金需求 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可能带来的任何意外 另外18日日本央行的会议和美国公布的 对PPI指数都可能会带来影响 德国商业银行贵金属分析师团队17日表示 黄金表现突出涨幅超过5% 但投资人不应该假设价格涨势会持续下去 美联储对利率政策的调整 也可能会带来黄金的回调 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 也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支持 再见